對CSP,CSP我剛剛做過,把它打開之後按右鍵 其實你可以用 或者是你用NONAPAY++ 我印象中那個編碼它也會自動秀出來 編碼上面它也會告訴你是用UTL8 OK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會有一些換行 換行也是CRLF 所以其實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用剛剛的一樣的規則 反斜線R,反斜線N把它做切割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下載這些資料的話 那基本上 第一步的話就是 先做用那個Request裡面的GET GET就把剛剛這個網址貼過來 這個網址貼到哪裡呢?貼到這個GET後面的這個字串 OK,所以這個字串,所以你會發現GET後面的話 這個字串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個複製 就是那個連結網址,這張還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說 在網頁上面的任何的 你要點擊才能下載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要把這個網址給 抓下來 然後貼到哪裡呢?貼到我們的 這個雙引號GET裡面 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Request有點像模擬那個瀏覽器 瀏覽器的方式 就幫我去 那個網址裡面把那個資料給抓過來 然後抓過來之後的話呢 就放到那個HTML 它會產生一個HTML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屬性 點test 就是裡面放的資料 另外的話還有編碼方式 剛剛我們有 看了一下 它是UTL8 你不能用 CP950 如果你剛剛用剛剛的CP950的話 那 得到的結果會是亂碼 所以特別注意 不過還好 目前的話可以記就是 反正兩種 不外乎就是微軟陣營的 不外乎就是非微軟陣營的 這兩個 其實還好沒有第三個陣營 OK如果還有的話那是很麻煩 理論上 我很少遇到這些以外的 OK 然後再來一樣 做Spritzer 所以把這個 HTML的物件 裡面的文字如果切割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就是 反斜線R 反斜線N 實際上是切 一行 一行 每一筆資料 切一個 放在串列裡面 放在串列裡面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就怎麼樣 我就再把這個資料 把它做那個 資料再做切割 豆點的部分 再切割 另外的話 我這邊的寫法 雲端放的寫法 用的跟之前那個 一次insert 這個不太一樣 我這邊用的是什麼 Execute menu OK 那Execute menu的話 意思說 我可以再產生什麼 第三個list 也就是在把list2 再放到list3裡面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喔 我們前面的insert into有沒有 是 等於是一邊 在回圈裡面呢 一邊 產生 這個一筆資料 有沒有 然後再insert 所以你一邊 一直寫一直寫 可是這樣的話效率比較差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喔 快速的把 整個資料一次性的寫進去的話 比如說你的筆數比較多 那可能相差時間會比較 就會 就會有感覺了 但是理論上啦 我試過大概100萬筆以內 好像感覺不太出來 所以如果你的筆數 沒有超過那個百萬筆 其實用哪個都可以啦 但至少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說 喔老師我每天喔 那個 不知道什麼 他這樣不知道做什麼 反正他說他那個筆數喔 都是好 產生的檔案喔 都好幾GB啊的 後來他說seqlite跑不太動 我就建議他說不然就買seqlite好了 他說買seqlite就非常好用 跑起來就非常的OK 不過前提是 你有那麼多的資料 OK 什麼行業別會用那麼多資料 產生那麼多的 OK 不管了 反正將來如果有這種需求的話 那做法就是這樣喔 把 List2裡面的東西串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先註解掉 我先把底下這些 先不要 先不要顯示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然後我先把什麼 我先把List2的東西先確定 把它切割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print print print是什麼 List2 把List2切割之後的東西 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print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他就抓 不過 有的時候 那個行政院的官網 有時候 難免會有點 之前我記得有一次上課的話 等好久 所以待會如果你們同時資金 如果假的慢一點的話 你不要以為是有什麼 可能是網站回應比較慢 好那你會發現喔 就一個一個幫我切進來了 那如果說將來喔 我要用excuse many的話 記得你要把什麼 把這個 串列變成二維串列喔 現在是一個一個的一維串列 那我如果要把它變成 一個 二維串列 名稱叫 List3的話 要怎麼做喔 特別是不困難喔 但是 可能要注意喔 有幾個要點喔 OK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先 產生一個空的List 那我講過啦 我的習慣喔 List取名非常 邏輯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List1 第二個就List2 第三個就List3 一直在推 我發現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後就不用管說 我那個要到底取什麼名字 對 不然像以前 像我們現在小孩生的比較少 大概都會生一個兩個 取名字還沒那麼麻煩 像我 記得我阿公或者是甚至我 更早 他們都一生就生十幾個小孩的話 那以前取名字不是很麻煩 每年都要在想說到底小孩在取什麼名字 像我兒子的名字我又想很久 我為了取他的名字還特別去查康熙百科全出 然後取了一個名字 結果害得 他們老師都叫不出他的名字 OK 因為我兒子的名字 那再來的話底下 第一件事就是先產生一個空的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這個List2 本來是一個的一維 串列 把它放進去 所以把它放進去的話就是下面這一行 怎麼呢 List3怎麼樣 Append List2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print 這個地方就不要print 那個 2的 我就把它 print 不過print這位置 我就要在前一階 當它全部串完之後 那我再把List3給全部 把它怎麼樣 print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 二維串列 OK 剛剛是一維喔 一維應該知道 一個一個一個的 那如果二維的話長什麼樣子 就是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對 有沒有看到 串列裡面呢 又會有個串列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串列呢 又一個 就是串列裡面又有下一個串列 有沒有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話呢 就是結束 就又一個串 所以喔 串列裡面有串列 這個叫二維串列 OK 有沒有三維串列 有啊 再append的進去啊 可是我覺得 就到二維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其實 所以 isq-many就要用 先把它做成二維串列 才可以讓isq-many做 對 所以 為什麼 因為isq-many它直接說二維串列 那其實二維串列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e-sale e-sale的話 一列有沒有 就是 第一個資料 然後放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所以其實e-sale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一個二維串列的結構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呢 e-sale的東西倒過來 你也可以用一個 二維串列去接啊 接到之後的話 你再去做後續處理 可不可以啊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底下的話呢 我就是 用成 isq-many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 這個程式 底下有沒有 我就把這個 列3 放到哪裡呢 放到 這個 後面來 因為它只接受二維 你不能把它放列2 它不接受 它一定要變成一個 二維串列 那前面的敘述就 insert into 前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pm25 然後value就是 假設幾個欄位 我覺得在好處的地方就是說 你全部給問號就好了 你不用跟它講說要放什麼 反正就幾個欄位就幾個問號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大量寫入了 那這個大量寫入的好處 就是效率非常的高 OK 也就是說呢 你瞬間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過前提你可能要找一個大量資料 你身邊沒有那種超級大量資料的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試著找找看 其實我是覺得 電腦的好處就是 它不怕你給大量資料 給再多它也不怕 就怕你沒資料而已 真的 是 在講一次問號 問號是不是 這個問號意思說 欄位數 反正你以後呢 擠欄就給幾個問號就好了 那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有幾個欄位 我們有五個欄位嘛 五欄對不對 那我就給五個問號 中間加豆點 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會把所有的 二維的裡面的那些資料 全部照順序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批次的 有沒有就按照這個格式 這個問號是那個 那個 seql的語法 這個 這個我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這個是標準的 有可能 因為丟過去也是seql去接 第一次看到問號 沒有 其實很多地方 在手機app裡面也是用問號 對對對 那只是說因為它是符合 execute many 我們之前是用execute 多一個many 那就是必須符合這個規則 OK 理論上 大部分資料庫 我試過應該都有資源 沒有問題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它conmiss 寫入成功 那這樣來的話呢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應該OK 執行 那速度應該會是比較快一些 只是因為目前 慢應該是慢在那個 連到那個什麼 那個官網那個地方 最後看一下 這個pm25的資料有沒有進來 有進來的話 那表示成功了 OK 那最後當然 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把它查出來 查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底下乾脆寫一個什麼 這個print list 3就把它關掉 然後我就寫入成功 這個也可以把它關掉 乾脆直接 寫入之後自動幫我把它slate回來 把它寫在一起算 寫入之後呢 順便幫我把它 用seql 整個全部把它print了出來 只是print了出來 我這邊中間不是加豆點 我是加tap 把它tap 不會 這些資料怎麼那麼多 應該沒錯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從csb抓資料 那csb抓資料完之後 請各位再試試看 等一下會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那個jason 這個東西 因為jason的話 他長這樣 前面是什麼 中瓜湖 有沒有 那中瓜湖實際上就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可以 先把它丟到一個串列裡面 然後再去取出它裡面的字典 所以這個也有點類似像剛剛那種狀態 剛剛是二維串列 裡面是放串列 但是他這個有點像二維串列裡面不是放串列 是放個字典 所以我必須 也是一個一個的把字典抓出來 這也是最 最頭痛的地方 OK 請各位試一下 各位也不用 反正這種架構 會非常容易出現 OK 而且有的時候 你還要針對那個 來源資料 先做 判斷 有的時候不見得長這樣 有的時候不見得放在串列裡面 有的時候是單獨 甚至有的時候什麼 叫二維的字典 在字典裡面 再放字典 更複雜 所以 當然 可能還是要針對人家給你的資料 分析 然後 找出一個規則 把資料稍微 按照那個規則 放進 資料庫裡面 OK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是要放哪裡 最簡單的方法 先把它塞到資料庫 吧